登場 功夫對我來說是一個技術 我爸爸從美國開武館的 交賽禮佛 詠春我跟了一個很有名的師傅 名叫王順亮 其實我最怕的是什麼呢 每派遣工夫 或每派遣武術 當成了一個宗教 就很難去電子開玩笑 去學別的武術 五穩龍Philip在美國長大 回流香港之後 現職動作指導和演員 大佬 真打和拍打是完全兩回事 真打是你不能讓對方知道你的節奏 他抓到你的節奏可以隔你 不過拍戲的差別是 兩人都要知道對方的節奏 好處傷害對方 不過是一腳跳舞的方式 怎樣做一個武術指導 你要懂武術 如果我是量紅拳的 剛才也要量到一招 因為你真的明白 了解這種運動和動作 你就可以選擇最漂亮的位置出來 給觀眾看 可以發揮到那種功夫的精神 接下來會跟很多不同的師傅 熊拳師傅 去了解熊拳是甚麼 了解了這件事 希望將來如果有機會拍到熊拳的電影 起碼 我知道這件事 未必是做一個高手 不過起碼我拍出來 希望會有些服服力 熊拳乃領藍五家之手 封隔硬橋硬馬 步穩勢裂 尋堅聚爪 寄擊以橋手為主 力顯於愛 而氣沉於內 著名的套路友 名為熊拳三寶的公治服虎拳 虎鶴雙形拳和鐵仙拳 要認識熊拳這一門領藍拳術 Philip去請教香港中國國術農師總會的主席 江沛偉師傅 江師傅施誠陳漢忠 教授熊拳三十幾年 寄擊訓練經驗豐富 熊拳的特色是四平八穩 最重要是有四平大馬和指五馬 是很工整的馬步 我所知是大約是小一點 小一點 腰不要摺 提高 放鬆一點 四平馬 通常一轉馬就是指五馬 例如一轉轉工部 轉工部 可以轉這邊 沒錯 熊拳馬是內扣的 內扣 內扣是保護要害重要部份 看著目標 在這位置 用腰馬去 收回來 腰出腰收 去 再快點 不夠快 鬆點 看著 在這位置 腰馬合一 控制拳打出來 一拳 一拳 出拳時要長的 中的 再短的 也可以的 不是保留 固著力在鼻上 是放出來的 所以沒有分別 我看到你的力 其實是憑你的腰出 還是腰馬合一 其實是腰馬合一 加上內外的 內外雙收 一拳從這位置打 是無意識打出來 砰 拳打出來 是沒有準備的 可以隨時 在這位置打出來 任何位置都可以 任何位置都可以 這位置才叫郭淑 明白 明白 現在這拳是虎學雙 這是開頭 兩個拳頭放在腰上 用右手 吸氣 放掌 阿福 很多人少看套路 說 forms no use 通常人們說這些 他們是不明白 不了解 例如 阿江師傅教我 郭雙營哥開 像一個僑手 其實 在練什麼呢 在練dynamic tension 其實很辛苦 我拍攝那一部分 其實挺辛苦 為什麼呢 dynamic tension 其實是相反的 muscle 一個拉 一個推的 muscle 兩邊的 muscle 是在鬥 用這個鬥力的原理 是訓練自己的 你是用自己的 身體的 muscle 去練實 練勁你的 power 不用weight training equipment MMA 所有 自由搏擊人都要訓練 他們用其他方法來訓練 中國人的文化 和那個 inventiveness 原來可以自己一個人 solo 擺一個姿勢 用dynamic tension 已經可以練到橋手 其實 功夫其實 不是magical 不是一個魔術 其實是一個science 例如 江師傅說 學咀在下面出的 他跟我示範的時候 我真的見不到那隻手 叫出來 我這邊過來的時候 我這邊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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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就去了 我是擋不到 如果他沒有預計 之前告訴我 我沒有可能知道 所以做一個武術家 做一個喜歡功夫的人 你要真的去研究 和去問一些 真是熟悉這件事的人 你才可以領略到 林傳號Oscar的爺爺林祖 是王飛鴻高徒林世榮的樣子 而Oscar的師傅 是他爸爸林振輝 除了熊拳 他熱愛忌擊運動 接下來會參加 業餘拳擊比賽 希望通過散打和拳擊 測試功夫的實戰能力 在Spratting的時候 你可以練習到抗打 反應和敏捷 靈活 因為你自己練 和你和人的Spratting是兩回事 譬如你學到一招這樣的 不代表你實戰真的可以這樣用 因為別人不一定在這個位置打你的 譬如 我這一招 如果你打到我胸口 我這樣推開你 再打過來 OK 沒問題 如果有人打我的頭 那就擋高一點 多指甲 多指甲 我多指甲 我自己來說 著重重擊多 我連續的攻勢就不會太多 但是我找到一個位置 你一有破綻 我就一拳 一個重拳 鍋過來 偷偷出來的 偷偷出來的 偷偷 你體力太厲害 很幸運 你很棒 謝謝 很幸運 先走 蛤? 好 今天跟Philip玩過 就是賣牙 除了用重拳打壓之外 原來Grab也是很有用的 剛才我被Philip抓住的時候 我真的跌了我地下 我想地下線而已 他謙虛而已 不是 Philip真的很厲害 你看他真的很健康 就是 一膽二力三功夫 不 什麼聊完都假的 我跟一些 年輕一點的師傅 練習 動兩下 做精神 I'm ready for the rest of the show 其實我們林系雄拳裡面 都有一些不派套路 是我阿爺在外面吸收回來 其中一套 就是不派的螳螂奔步 OK 螳螂來說 它 激打的招數是比較少的 但是 這些全部都是溝彈腳 全部都是摔人 其實我最初學這個套路的時候 我是用不到這一招的 但是自從我在這裡接觸散打之後 我發現了原來 是同出一個道理的 跟我剛才那個是完全一樣的 它是捉住了我的腳 然後 好像有勾 這樣 把我的腳勾上來 但是手呢 是納著我的腳 納下來 整個船磚這樣船下來 紅拳 是實戰能力很強的拳種 當年林世榮和幾名徒弟 在樂善戲院擊退幾十人的故事 可以說是傳重一時 其實三個人怎麼打低三十個人 我聽到 我都很好奇 我都很惡言 我當年我都問了 我爸爸說 誰可能做得多 是不是 其實 但是當年我老爸就解釋到 給我聽 當年林世榮 他可能很有街頭搏鬥經驗 他拍到場角 把自己迫在場角 他拍到場角的時候 敵人一定是前面來的 還有二三十人 沒有可能一次過飆過來 一定是兩三個面子的來 他搞定後面那些陸續來的時候 他都是逐個逐個打 他最喜歡用的兩個招式 就是水浪拋鎚 打你的腳 抓關節 還有千字砍打你的腳 塞關節 水浪拋鎚其實很簡單 就是人家打完你的時候 你拿著 有一點點技巧 就是向上拋鎚 在水浪拋鎚拋上的時候 在打之前 一定要先把你的關節扭一扭 因為如果這樣保持這個姿勢 打下去 你很強的 我都可以彎手 你可以保護自己 但如果向上拋鎚 你已經覺得很危險 如果打上去一定會斷 斷 正積極備戰的Oscar 為了進一步測試 紅拳的搏擊能力 再次約戰Philip 跟Oscar 這兩位武術愛好者 難得找到實踐功夫的對手 今天Oscar 就在約戰Philip 作比試練習 這次艦7分 哪裡是 跑四股 跑第四股 跑 我认为一个武术 你不需要在一个有点压力的比试 你是不知道那些招式怎么用 原来可能这下对我 或者这个 对 你说得对 其实Spralling是练习 不应该击击对方的主要 对 彭志明 洪拳国术会会长 集洪拳超过40年 一直研究香港武术文化 正筹备写一本《洪拳史》 洪拳的背景好像很神秘 Philip希望了解更多 于是专习来请教 我们洪拳那班人 个个都觉得洪拳是洪稀观所创 因为姓洪所以就叫做洪拳 原来有一班学者在研究洪拳的来源 跟那时反清复明一个组织 天地会有关的 天地会的人自己 称自己天地会的兄弟 就叫做洪门兄弟 而他们所学的权术就叫洪拳 另外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 洪拳是至善禅师教给洪器官的 不理他在坊间民间的传奇 或者一些历史 我相信我们洪拳就一定和少林子有关 在八十年代中期 福建葡田这里只是一片坊地 在发现了洪花亭和火烧少林的遗址之后 新的南少林子就重新兴建起来 当年警察部的可sir和国术组的同事 连同反黑组的专家就来过考察 调查洪花亭和洪拳的故事 其实洪花亭是什么来的呢 洪花亭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 有一帮反清复明的义士 他们在这里聚集 他们在这里聚集了之后 就进行了一些秘密的活动 去对付清朝的 这很奇怪 这里处里面有两个对戀的 一个是讲剑 一个是讲棋 一个是讲棋 什么意思呢? 其实一般的寺庙 或者是寺庙门人的对戀 是用一些很长和的字眼 是不会用刀、刀、剑、剑等 做一个对戀 可以证实到当时医道聚集的义士 是用刀、剑等 去斩食清朝的官兵 有反清的活动 所以说这里也是一个拜神的地方 是啊 你说拜神的地方 但我又看到里面 有一个牌匾就写着寶民殿 为什么呢? 文字呢? 那一栋会穿了顶 因为那时候反清福明 人民要反清政府 人民出头 另外在福建画里面 文字是明字的意思 名字是明朝的意思 两个字是通的 是通的 所以就是寶民殿 换句话说就是寶明殿 其实红器官本人 他也是反清福明的一个革命分子 我们现在不论是江少那种说法 但我们相信一样东西 红权必然是来自少林子的武出 南方有一句言语 有池塘处必有无诗 诗艺文化 游合了艺术和武学 从中也可以见识到真功夫 刘家勇师傅的外公 是林世荣的徒弟 刘站 他自小杂母 后来加入刘家班 参与过多套有关红权的电影制作 我们红权是一个桥手的 不是说拿出来就可以了 要够定的 为什么要玩这个桥手呢 因为红权也不玩 很多人都不想玩这些桥手 但桥手这就是说 由你的桥手的力度 不知怎样得来 是一个学生 但是这个桥手是令到你 桥要定 一定要锁住 锁住 锁住它 扣死它 这样才有用 这叫 是吧 你慢慢练出来就很漂亮 你扣不到 是用身形的 这就是割手 我一担你的割手 这些位置已经拎了 红权 红权 就是最好用的 对吧 现在你拎了 感觉是什么呢 是他的手是锁住我的手 它是黏住的 就是黏住的 就是它是黏住的 我去哪里呢 刘师傅就跟着 如果我一有虚位 我就感觉到 压住它 压住它 压住我 好了 玩完之后玩双手 我教你这样 左右这样玩 一可以玩到桥也漂亮 和马步够准 玩完之后 可以两个手穿开 一 二 三 对了 没错 这样叫穿桥 那其实这个云桥 其实对红权是很好的 我觉得是一个好 实验 因为你可以用回套路里面的招式 那些技巧 在这个实验里面 under pressure 因为我又想攻击到对方 在这个实验里面 对方又想攻击到我 within that situation 大家可以练到红权里面的实用 的concept和招式 红权在六七十年代曾经大行其道 亦衍生了很多天台武馆 但是现在学功夫的人少了 天台武馆也所静无忌 我们今天最后一天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要供神酒 和拜师公 多谢他们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 你有没有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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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 一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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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ы 要 要 要 一 要 要 置 要 要 ине到 need 这是 两 都 都 宋别武馆 Pastor兄弟撒一道电 響一響锣钩 对承Over 先师 以表赞与 尊重 再謝謝 我是224 00ге students минут mad Neg�� ünd sympath 1、2、3 1、2、3 快點 差不多了 天台武館學武的人一定會拜關帝 所以這裡會有個關帝像 中間這個就是我的師公叫鄧康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師傅 這個師傅叫周永德 教我們功夫的 天台武館就是這樣 當然我是一個武館長大 不過是一個傳統的天台武館我真的是第一次來 這個味道真的很厲害 香港在60年代那些人學武 就全部上達天台武館 現在這個天台武館 可以說差不多是香港最後一個了 沒有的了 因為我們租金很貴 大家都養不起一間武館 現在香港可能 練武都要去了工廠大廈裡面 不會再有這些環境 還有為什麼會有個天台武館呢 主要那時候的師傅 他們會在下面住 就上面教 然後他們就不收我的錢 他們就在這裡教我們 現在可能就是學徒式 那時候不是學徒式的 那時候是父子關係多些 那時候就是自己的爸爸 爸爸這樣 甚至師母會煮飯給我們吃 或者我們是一家人 所以我就說我們一群師兄弟 沒有血緣的一群兄弟 有人說一日師父 一生為師父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傳統 這個就是我們要有的武德 不一樣的 現在那些人仔學功夫 可能是一個教練 沒有那種 就是給錢你你教我 以前那個世代不是要錢的 他希望我們認識他的東西 他將他的武術傳出去 天台武館是我們這群學武的人 是一個家 一個家 一個家 你是找不到的 我從小時候就已經在這裡學功夫 不是很吃的 隨著天台武館的消逝 Philip會去到巴塞隆南 見證周永德師父的徒弟 怎樣將紅館發揚光大 Philip將會去到西班牙和德國 看一下紅館的發展 也會和當地人作交流比試 江沛偉師父 今天就幫他做出發前的準備 他要準備 目擊最重要是大家的距離 譬如是距離位 以及最重要是反應 譬如是動手 動手就要打 動手 就利用了所有的 即是你的身體部的部分 都可以去做 最重要是這樣的 譬如在紅拳裡面 都有很多種 譬如我們的掃除 你們清掃除 或者是擺拳 我們也有 譬如說從這裡高處攔過去 這個位 這位 這位下的 這也可以 這些可以在西班牙裡用到的 甚至譬如你一拳 這些翻手 我們也可以 譬如我們通天拳 這叫通天拳 我們是紅拳 通天拳 可以叫通天拳 所以說 都可以在這個位置應用 當然 格鬥時是看整個程序 人家的反應 對方的姿勢 你就跟著他的變化去做 譬如出拳的時候 就砰 出拳人要大盪 譬如我的手仍然在這裡 砰砰 是不是 我永遠不會虧張 不會虧給別人 我打了兩拳 一拳 一拳就到了 對方 譬如你變化 這些 都是一剎那間去做 你爭就行 對方 如果一按身 你便把他放進去 對方 如果他太距離 近的時候 可以踢到他的腳 對方 就是一拳打過來 這拳打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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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如果真的有很強的對手 或者是弱的對手 你最重要的是 這個十字位 比如這些位 這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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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國術 又不主張你 一下子就殺了人 那你會坐牢 對方 你攻擊這些位置 他不會死亡 這些位置 打到這個位置 暈暈你 你才知道是控制 其實彼此 你什麼都用到 你之後可以控制他 和大家可以有一個友誼交流 或者是 你始終要保護自己 當然 當然 可以可以可以 阿菲妮 如果你的腳 這樣踢 觀感上 是板板聲 是 但因為踢的時候 身體縮後了 你的能量 就爆不出來 其實這些力 可以更大 你不要發覺 你不要發覺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縮起來 你踢的時候 就用腳的力 踢出去 你還未發到 一個離心力 那個腳打出去 而這個位置 不是這樣摺著的 如果低腳 不要這樣摺 這樣去 你的能量是大很多 其實我扮他 我知道 我自己經常是壞習慣的 其實有點浪費力 今天江師傅也有見到 不過我這些壞習慣 很難去 這麼快的時間 去改變 不過我會留意這件事 會去做 前撐腿呢 我想我祝我會快一點 因為這個是一個 很基本的泳春的消息 我經常都要練 過去 YES 我想看看功夫 怎樣傳到西班牙 功夫有很多不同的方面 其實不只是動作 我想看看 一些中國人的想法 武德、哲學 那些東西都可以帶到西班牙 還有 也有興奮 可以和別人切磋一下 西班牙的第一站 就是找周永德的徒弟 黃炳培師傅 黃師傅 你好 你好 黃炳培師傅 七三年開始在巴塞龍拿 一邊從事餐館工作 一邊教授紅拳 黃師傅 其實你是不是因為懷念 那時候的天台 沒有管 所以你找這個地方 就是我看好這個天台 可以練功 教學生 你自己做的嗎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專門做給徒弟練習 黃炳培師傅 黃炳培師傅 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度之下 去教中國功夫 他經歷過不少的文化衝擊 我們的拳套 全部都有他的口訣 好像說 魚翁殺亡 昨天我們中國人一聽 就知道怎樣殺亡 他們就不明白了 要很多的動作示範 教他們是特別辛苦的 一面工作 一面工餘教功夫 雖然辛苦 黃師傅也都繼承 先師推廣國術的使命 從來不收學費 因為我們師傅教我 那時候都沒有收錢 每晚都 不要說什麼 只是 好像工人一樣 煮粥 那裡都值錢 最主要我們是肯學 學過之後 最重要是和他發揚光大 黃師傅的徒弟 在巴塞隆拿 已經開設了自己的武館 Philip很開心可以親身去體驗一下 外國人教洪拳的方法 來到外國練拳 其實在我爸爸的武館沒有什麼分別 分別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有部門 他們都擁有部門 做一部門 類似西方人去練 舉重的 做一個練習 就轉到第二個練習 然後轉到第二個練習 然後轉到第二個練習 傳統的武館 就是憑我的所知 就是各位師兄弟 回到武館 沒有一個組織的教育 可能有一個徒弟 會跟一個師兄練 在這裡每個部門去轉 就是這裡三分鐘 那裡三分鐘 可能中間有三分鐘去休息 類似練西洋拳 那種這樣的系統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基本上他們想一天時間 或者一個小時的時間 練習很多不同的招職 加上一種體力的練法 還有技術 就是外國這位師傅 都會各位倒閉 OK OK 這個是練速度 還有準度 這裡師傅正在練 虎爪 簽字 Gelona這間武館 已經有十年歷史 她在三十幾年前 遇上黃炳培師傅 當時的震撼 她仍然記憶猶身 我是喜歡李小龍 所以喜歡中國功夫 見到師傅年輕的時候 她打功夫的速度 感覺是比李小龍更加快 所以很想跟她學 Gelona在這裡教拳的方法 和黃師傅的傳統方法很不同 除了加強體能訓練之外 也都有對打和排打的鍛鍊 排打 排打什麼呢 是捱打 其實不單是中國功夫 西洋拳 都會拿個Medicine Ball 打自己的頭 為什麼呢 因為你搏擊的時候 你沒理由不會中拳 所以練捱打 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練習方式 他們是會用一些紅拳的招式 去Sparring 就是用他們自己的類型的招式 去搏擊 這個技術 其實也有一個Sparring的方式 他們Sparring 很明顯看到沒有戴手套 所以控制也是很重要的 他們身體有接觸 頭的位置 你見到它有一點流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在練習 不是真正去搏擊 師傅 希望我們學到的東西發揚光大 不管是西方人 還是中國人 總之肯學就可以了 經過幾十年的推廣 紅拳的桃子桃孫 不僅僅在巴塞龍南 也都已經遍佈西班牙不同的城市 黃師傅可以說桃李滿門 但是他自己的兒子 就一直對功夫沒有興趣 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變 他當時小時候 以為打功夫是很辛苦的 所以不肯學 後來見到我們 在香港 在功夫國 還有那些鬼仔 都有在表演 還有去廣州比賽 看到那些鬼仔 都可以獲獎了 那他回來 就是在那裡 找我教他 我自己主動叫我老爸教我 要求他幾次才肯教 我要教他 他就沒有心機學 要求他我教 要是他有心機學 那我才肯教他 今天見到黃師傅教他的兒子 其實我真的很開心 還有我見到他們 其實在搞拳的時間 其實他們兩個關係 比較近 見到這裡的學生 跟著我黃師傅 三十幾年 有時候人們結婚都不會這麼久 其實是一個很熱情 很愛這件事 當然也很愛自己的師傅 原來我都明白 因為我自己都是移民國 去美國 我爸爸也是 去到一個 不是自己人的地方 有一班學生 或者一班朋友 去跟自己分享 不開心 不要不開心 其實是很重要的 其實為什麼一間武館 是一個家庭呢 其實因為 人是要 別人 要有一個relationship 現在不是一個人很孤單 是透過功夫 去成立這些關係 在周師傅那間武館 來到西班牙 都可以見到一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 對功夫 對中國的文化 很有希望 去到德國 Philip將會 跟紅田的師兄弟 交流比試 引證他們的功夫實力 為了準備 接下來的比試 積極催谷自己的狀態 劉家勇師傅 在香港一直都沒有收徒弟 但是近幾年 他都會來德國教拳 全因為外國人 對國術的熱情和尊重 劉師傅 你覺得教外國學生 和教香港的學生 是有什麼分別呢 分別是挺大壓的 因為現在你知道 香港學生 不是那麼多學功夫的 現在來到德國 你看到 他們雖然說 有些年紀不是年輕人 但是他們很用心用力 不記得也好 都要打一打到順利子 4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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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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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在香港教育 反而為何會在外國教育 因為你知道香港人 分球的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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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上武館學習 什麼都沒有 沒有利益上的事情 他們不會去做 外國人永遠都知道 我們中國人的功夫 是No.1 所以我說現在的人 通常都有機會 失傳到這邊 在這邊學 香港失傳到這邊學 外國人知道那麼多 中國人師父 現在這裏的學生 就相對幸福得多 可以邀請名師來到指導 Michael師傅 以前希望拜師戚冠軍門下 就困難得多 When I found him I wanted to visit him and try to say hello I asked him is my poor Chinese to be his student and he said oh he don't teach he don't like to teach so I went unhappily home to Germany and try to come back and I beg him around almost two years 最後一站 來到卡爾斯魯伊 去一間相當有規模的紅拳學校 這裏的師傅 加斯基 自小就喜歡拳擊運動 後來愛上中國功夫 他的紅拳師成林世榮圖孫林鎮輝 回想起每一次見到師傅林祖的時候 都會帶給他紅拳的震撼 一天 他就在一天 他可能是85 或86 不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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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9 19 20 20 他起床我起床,他说,我有一点想,我会试试,我会试试,我会试试 那是,那是很困难的,我没有睡觉 他不是很静的睡觉,每天都移动,移动 所以,一天早上我醒了,我感觉有点疼,他在右边睡着 他在晚上的睡觉,他正在睡觉,他正在睡觉 卡尔斯鲁尔虽然是一个小城镇,人口只有几十万 加斯奇的洪拳学校就大约有250个学生 国术对他们来说,是功夫技巧,亦都是一种锻炼运动 很多学生,如果他们做的功夫是很热 这不是真实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工作很厉害 所以他们来到学校,想要有点兴趣 他们也来到这里来训练很厉害 但可能是想要忘记自己的生活 其实我这次来,我想跟他们练习 练习,学习他们外国人对控拳的心得和技巧 最好的方式就是跟他们一起练习 走到一旁,在一旁门,拳打开,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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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像我那時練習的那種功夫 所以我會比較快一點 而且大家都很友善 你見到這位朋友一會跟我Spar 其實一來到就聊天 我很客氣 很開心 一點都沒有那種 我要贏 我要第一那種感覺 令到我很舒服 令到Sparring的時候 也不會有些很緊張 或者要保護自己 就是一個好學習的經驗 OK 開始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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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這些功夫也沒有勝負 大家學習而已 接著還有擅長率達的大師兄 跟Philip過招 開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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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個比較細小的師兄 有不同的樂趣 為甚麼呢? 他很想摔摔 不過他就… 我練了一點油術 所以落地的時候 我也很舒服 不過他很緊張 打勁他也不動 不過… 好經驗 今次見了很多師傅 以及很多不同的武館 我們最初的目標 都是看看洪拳 從國內去香港 怎樣去… 在其他國家分任光大 我最大的啟發是 其實覺得功夫不是只是一個 combat的系統 是一個 total package 就是連同師傅和徒弟的關係 或者… 所有人和人的關係 好像老公和老婆 老爸和兒子的關係 其實功夫是一個太美麗的東西 而且武術 是一個很美麗的東西 如果大家不停地去 這個又是甚麼 這個又是甚麼 其實是很浪費的 我這次透過的經驗 我去放下自己的… 那個pride 自己的ego 去每個人間館 去參觀他們的最厲害的東西 他們給我的東西 我真的學到東西 我有了個到處 怎麼… 他… 他不是… 你… 感谢观看